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天热 人又多 怕屋子外面的煤气罐出安全问题 爱心面摊在持续了47天之后 点赞约面的活动告一段落 47天 在大家的帮助下 陈乐才有了4万多元的收入 这些钱一部分用在孩子的康复治疗上 另一部分他要实现多年的梦想 开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小面馆 你不开 你不做 你作为代币肯定不行 是吧 这个生意做得好坏 还是要靠于他自己方面去做 所以说他也还是在很积极地找到店面 这店面都是他自己找的 这个我觉得这样子会对他的一个成长 会更加快一点 陈乐才的互当面馆也太业了 面馆的生意很好 陈乐才想用最好的手艺 来回报这些陌生而又亲近的客人 甚至有一些大饭店的厨师 还把陈乐才收作了徒弟 互帮面馆经营的品种也多了钱 朋友圈里看见的 朋友圈里看见的 对啊 前段时间就是很那个 长州里面那个微信圈全部都封了 然后都是这些消息嘛 觉得这个爸爸很勇敢 然后又说的很有担当吧 也不要去到社会上去 那些清风筹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有 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来给孩子吃病 还是满 我们看了都很感动吧 这个大姐和我的女儿 然后我在黄之家做面的时候 他们就是基本上是天天去 然后店搬到这边来了 那离的就是比以前还要稍微远一点 但是他们还是刚才差不多过来 反正一个礼拜吧 自己买来五天 就是这样子的 从来没人挑什么味道 当时那个 吃那碗面 没有人挑味道 人情味 人情味 我是这么能感觉到 因为现在我们长州的人 都还是非常的热心